双向情感障碍是什么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陈测 西岩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精神心理科副主任医师 双向情感障碍顾名思义 什么叫双向 双向意思就是这个疾病 它会有两极的表现 一方面的表现 大家可能都听到过的 就是抑郁发作的表现 就是抑郁症的这样的一个表现 它会觉得就是心情不好 情绪低落 然后觉得什么都没有意思 什么都不想做 然后呢就是觉得这个动力缺乏 就是好像也启动不起来了呀 躺着不想动啊 那么另外呢还有呢 就是这种觉得自己脑子变笨了 思维很迟缓了 上班的人觉得好像工作拿不下来了 家庭妇女觉得好像放都不会做了 那么这就是一个抑郁的这样的一个表现 那么还有另外一极的表现呢 就是造狂发作的表现 什么叫造狂发作 就造狂发作的人 他表现的就是心情特别特别的好 他觉得外面阳光明媚 心情的一片的这个愉快 那么另外呢 同时觉得自己很聪明 脑子反应很快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 他可能就会觉得自己能力非常大 然后呢整天忙忙碌碌的 好管闲事等等的 那么在双向情感障碍里边呢 他还有一些的表现形式 他会表现为是这种混合的发作 什么叫混合发作呢 就同一个这个病人 他在这一次的这种啊 心境障碍的这种发作 双向的这种病程里边 他可能告诉你说 哎呀我心情不好 然后觉得牙抑苦闷 但是呢他的行为上呢 可能表现的像造狂一样的表现 他可能会带人很热情啊 可能整天往处跑啊 在家待不住啊 然后夸钱啊管闲事啊 就这种混合发作的一种表现形式 那么所以呢我们说所谓的双向啊 比较形象的一个词来形容 就这种心情呢 就像坐了过山车一样 一段时间呢就跑到这个波峰上去了 一段时间呢觉得好像掉到这个波谷里了 就波浪起伏 非常的大 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MING PAO TORONTO